皇上 那些同僚说的话也对 皇太子的年纪是该娶妻生子了 其他人家的孩子 这个年纪孩子都两参个 便利会跑了 还不是你不愿意乖乖嫁给老三 每次一说 这头倔驴就嚷着喊着要辞官回家养老 年纪轻轻的养个屁老 就是威胁我 丞相要是撂挑子不干了 朕却哪里找这般何心何意的苦力啊 呸 不是 这般一心为国为民的好大臣 哎 做皇上太难了 好难啊 老三也是个不中用的 在边疆这么多年 都没哄着乖宝的心 白瞎的长了腹好皮下 真是浪费了 还有我这个好父亲 一把年纪了 担心他的人生大事 有合适的人选吗 比如 皇上 此等大事情是一国之重 臣不便参与 相信皇上一定会为皇太子 选最合适的太子妃 到时候臣必定随个大礼 他明白 丞相真是故意气皇上呢 神仙打架 小鬼多好 免得商机无辜 我呸 还随个大礼 我稀罕你送的大礼吗 我们一家三口稀罕的是乖宝 丞相啊 你想想 乖宝嫁给老三 朕许诺的是正妻之位 你就变成国障 谁还敢来惹你啊 这是好事 皇上 臣不惦记什么国障的位置 皇上若是不喜臣 臣便回家重地去 走得远远的 保证再也不出现在您面前 瞧瞧 瞧瞧 这个狗东西不知好坏 每次都这样气我 这天下除了他 谁还敢这样跟我讲话呀 换了其他人 早就被拉下去砍头了 哼 就是仗着朕宠他 死无忌惮 无法无天 哼哼 话也不是这样说 乖宝多好的姑娘啊 嫁到别人家吃苦 你舍得吗 这不是肥水不留外人田吗 皇上 您有所不知 我们秀水村的族谱上 专门记载了一条 有关于女子出嫁的条件 哎 爱卿你要说的话 朕都知道 若是我答应老三 只娶一个正妃 后院再无他人 云丞相还愿意 乖宝嫁入皇家吗 小山刚进门 就听见父皇说的这句话 内心也是震惊的 儿子 多谢父皇成全之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